大家好,我是富麗設計Elson 這次要以最快速度帶你去韓國釜山三天兩夜快閃 我將帶你走進釜山的純樸品味美食、體驗文化 還有那些美麗的景點 第一天來吃南普雪濃湯 店內空間挺大的 因為是一大早的關係,所以沒什麼客人 雪濃湯一碗9000韓元,台幣大約210元 只要點一碗雪濃湯,就會隨餐附贈許多小菜 但這家店的小菜味道普通 重點是這碗雪濃湯 單喝湯的話會覺得味道偏淡 所以其他都有許多調味料讓你自己可以調味 但我個人認為,這口味對於想當早餐的人來吃剛剛好 肉也挺厚實的,湯裡面還有麵線增加整體口感 整體給他3.5分 吃完早餐後,到附近的罐頭市場走走 感受一下當地人逛市場的感覺 走著走著,馬上就看到一家在賣攝香葡萄的阿嬤 一大包只要5000韓元,台幣116元 有夠便宜的,我還不買爆 再來,這個市場裡還有一個在賣辣炒年糕的名店 一家三代辣炒年糕 這家白種元老師也來吃過喔 可見他的知名度有夠高 馬上點一份來吃吃 他的醬是屬於偏甜那種帶點微微的辣 吃起來並不會非常不舒服 年糕也非常的軟弱 焦也非常酥脆 搭配上他的醬風味更佳 果然是名店啊 整體給他3.8分 吃了這麼多東西,該活動活動了 接下來我們來到甘村洞文化村 這是一個充滿色彩和藝術的社區 因其獨特建築風格和豐富的文化氛圍而聞名 甘村洞原本是一個貧困的漁村 隨著寒戰後的重建和發展 逐漸演變成今天的文化村 甘村洞最顯著的特色就是色彩繽紛的房屋 這些房屋以閃而見 呈現出斜坡上的美麗風景 這邊最知名的地標就是這尊小王子 大家都在排隊只為了要與他合照 我因為討厭排隊就在旁邊排排他就好囉 逛完甘村洞文化村以後 時間也晚了 是時候吃晚餐了 今天晚餐來吃位於釜山西面 巴山蟹制 入座時桌面已經擺滿了小菜 小菜種類非常豐富 蘿蔔絲 醃芝麻葉 蒜頭生菜等等 還有生菜沙拉 這次點的肉有五花肉 豬頸肉和橫割膜 肉完全不需要自己烤 永遠都幫你烤到完美熟度 而且幫你剪一口吃的大小 五花肉完全沒有豬騷味 也不會咬不爛 反而輕輕一咬就化開了 非常特別 豬頸肉也是一絕 店員烤的外皮焦脆 原本以為會很難咬 回想到裡面超級軟 真的太扯了 一般橫割膜會比較硬 比較難咬 但他這不會反而很脆口好吃 他所有的肉品 搭配他附的小菜和醬料 包著紫醋液和生菜一起吃 一口下去 整天的疲勞瞬間得到了舒緩 還點了一碗大醬鍋 但整體偏嫌不推 兩桿吃完韓幣約43000元 台幣1022元 整體我給4.5分 稍微帶大家吃韓國賀賀有名的 小村炸雞 它這家除了會附醃蘿蔔以外 還會附爆米花呢 而且味道還不錯 非常好吃 這次點的是蜂蜜口味 雞肉外酥內嫩 一口咬下十分有層次 真的很好奇韓國炸雞到底是怎麼做的 為什麼都這麼好吃呢 尤其搭配上他們獨有的Tera啤酒 真的是人間美味好罪惡啊 吃完炸雞和啤酒 共27500韓元 台幣約654元 這家炸雞我給4分 隔天因為晚睡的關係 早餐跟午餐一起吃 吃了從以前就想吃吃看的 園族釜山豬腳 一樣點完餐就會先上一桌的小菜 這邊的豬腳有分兩半跟一般的 我們點的是一般的豬腳中份 豬腳單吃的感覺很像台灣的豬頭皮 但味道偏淡 必須蘸醬吃比較好吃 比較可惜是這家並沒有附生菜 只有紫蘇葉給你包 兩個人吃完4萬韓元 約950塊台幣 整體我給3分 沒吃過的可以吃吃看 但不到必吃 吃完飯以後就到廣安里海水浴場的海灘走走 這便以美麗的海景和活躍的氛圍而聞名 但可惜今天來說是陰天 景色比較沒有這麼明亮 但反而有一種輕飄飄的舒服感 可以在附近買杯咖啡 在這裡散步吹吹風 看著廣安大橋的壯觀 感覺很多煩惱都煙消雲散了 推薦大家來這邊走走 馬上來到晚餐時間 今天晚上吃的是明星 一隻雞 一入座一樣會給你滿滿的小菜 我們點的是小份的 客人送上來的時候嚇死了 炒打鍋 擔心會吃不完 但當我吃下第一口以後 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 肉嫩到舌頭清新一碰就化開 完全不需要咀嚼就能吃 湯也非常的鮮甜 完全不會有很重的雞腥味 讓人不由得 一口接一口的吃下去 建議大家來 一定要加點他的刀削麵哦 加進湯裡面煮 超級Q彈 好吃啊 這餐總共花了 29500韓元 台幣約685元 這家店 我給4.8顆星超推啊 有來釜山的請一定要來嚐嚐 最後一天我們起了一個大早 去了一家非常有感覺的麵包店 煎咖啡廳 叫Moodie Brand Market 這家咖啡廳外觀就十分引人注意 踩鄉村風麵包店的建築風格 整個非常有氣氛 店內分成一二樓 一樓賣著許多他們自己做的麵包 二樓則是座位區 我們點了一個藍莓麵包給一個原味的 它的麵包屬於有嚼勁 卻不會很乾的那種 吃得出來是純手工感的麵皮 藍莓口味並不會死甜 藍莓果醬的味道酸酸甜甜的 搭配上它的特殊麵皮 非常的搭 原味吃起來屬於越絕越香的那種 第一口咬下去並沒有什麼味道 但當你慢慢嚼了之後 麵香就會慢慢地浮現 真的很特別啊 但主要是價格偏貴 我們兩個人點了兩杯飲料跟麵包 吃了500多塊台幣 但撇除價格 我覺得整體氛圍加食物的美味程度 我可以給4.3分 吃完麵包以後呢 帶大家來去拍拍照 來韓國肯定要拍拍梯啊 這家拍鐵店 剛好就在麵包店的旁邊 這家店名為 BYTP Station拍鐵店 裡面有許多的場景提供你拍攝 有在電梯裡面的 馬桶裡的 鐵門前面的 隧道裡等等 場景應有盡有 推薦給愛拍照的各位 要回台灣前 最後在南部凍吃最喜愛吃的糖餅 結束這三天兩夜的快閃之旅 感謝你看到這 希望這部影片 能帶給想去福山玩的朋友一點幫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